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邪恶轴心 美国需要重建世界新秩序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2024年10月1日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 美国的复兴战略 为新世界重建领导力 文章开场 布林肯发表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论述 他发表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一场决定国际关系新时代的激烈竞争正在进行中 多么富有诗意 多么富有时代感和即时感 大幕拉开了 把读者朋友们带入到了一个战场 布林肯说 少数国家 俄罗斯朝鲜伊朗已经结盟 有人说有没有铁三角 有铁三角 俄罗斯朝鲜伊朗原来是他们撒 布林肯接着说 还有中国 是啊 我们的国务卿先生 怎么能忘记中国呢 他说中国正在谋求改变 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 国务卿先生 请定义一下国际 这个国际不是世界 而是美国 布林肯说 上述这几个国家 他们都希望在国内巩固专制统治 在国外确立势力范围 他们都希望通过胁迫或者武力解决领土争端 并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能源依赖武器化 什么叫能源依赖武器化呢 啥意思 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是不是把你的稀土断掉之后 你就这个水平啊 看来美国真的很没有出息 另外 他们都试图削弱美国的实力基础 军事和技术优势 主导货币 以及无与伦比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虽然上述的这些国家没有形成轴心 美国政府也明确表示不寻求阵营对抗 但是这几个国家的行为使得美国必须做出反应 来阻止不利于美国的结果 啥意思啊 原来美国是防守反击 美国自己被欺负了 美国是个兽气包 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了 这就是安东尼布林肯对世界的认知 有人问怎么看 给我的感觉很恶心 很可悲 美国能有这样的外交领军人物 说明这个国家已经气数已尽 如果上述认知是来自某个智库的研究员 可以理解 为什么 毕竟智库的研究员通常属于 拿钱办事的人 也不指望他有什么客观的分析 现在可倒好 一个堂堂的美国国务卿 竟然在权威的外交杂志上写了一篇爽文 因为我知道 全球很多国家的外交人员和外交培训机构 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往往是必读刊物 然后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在这样的杂志里胡说八道 布林肯在这篇文章所表现的认知可以进行如下总结 一美国的霸主地位军权神兽 至高无上 并且赋予某种漠视论的道德加持 反对美国挑战美国 从道德的角度是不正确的 是挑战正义的 是邪恶的 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以色列针对真主党高层集体定点清除 并且扬言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 然后美其名曰的说 给波斯人民送去自由 有点外交和国际关系常识的人都知道 一旦伊朗陷入政权更迭的内战当中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然后难道西方世界会给伊朗援助 帮助伊朗成为大国吗 显然不是 他们会让波斯人给西方人做牛做马 这就是西方人所表现的居心叵测 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了这番话之后 美国欧洲的反应 要么赞扬 要么肯定最多是希望双方都保持克制 避免态势的升级 当伊朗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报复以色列之后 立刻遭到欧洲各国的集体谴责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高傲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明优越性 我是正义的 你是邪恶的 我惩罚你是为了你好 你不仅不应该反抗 反而应该感谢 这是什么 这是包装在民主自由背后的殖民主义 这就是布林肯的最基本认知 二 根据布林肯的认知 世界正处在一场正义对抗邪恶的阵营斗争当中 美国西方为首的所谓的基于国际规则的世界秩序是天然正义的 如果谁胆敢挑战 那么他就是邪恶的 比如说俄罗斯 再比如美国也可以把你定义为挑战 美国如果认为你是挑战 那么他就可以把你归纳为邪恶的阵营 比如中国 中国挑战美国了吗 中国根本就没有挑战美国 中国需要的是发展中国人民有过好日子的权利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升级 中国人民过美国人民一样的生活 中国就是对美国西方利益的根本性挑战 在美国的认知当中 中国就不应该发展 不应该过好日子 应该给美国西方人民当奴隶 持一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为什么 就是为了美国 仅此而已 共和党在这里边 有时候还可以给你搞一个上帝 说什么在上帝的天国里 无比的幸福 你们要追求天上的事 不要追求地上的事 因为一切都是主要的 民主党现在连这一步都给你省略了 直接了当说 世界上的规矩 国际上的规则 是我美国人定的 是美国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 全世界必须遵守 这是什么 被所谓国际规则包装的霸权主义 三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在布林肯的认知当中 有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 以及他们的对手 请问第三世界在哪里 布林肯在他的文章的开篇 提到了第三世界吗 2024年两场最激烈最残酷的战争 苏丹内战已经造成几百万人流离失所 刚果金东部战争也是几百万人成为难民 那些充满正义的西方媒体根本就没有关注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在布林肯的认知当中根本就不存在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是人 也就是说 布林肯的认知最起码的意识形态 最起码的认知方式是反人类的 布林肯是一个反人类的大魔王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已经没有必要读下去了 虽然他才第二自然段 因为接下来的内容 与其说是如何让美国重建领导能力 不如说是布林肯如何吹捧他的干爹乔拜登 布林肯这个人 三年半的国务卿一事无成 挑起了俄乌战争让美国陷入两场战争的泥潭 在最近一轮巴以冲突当中 布林肯进行穿梭外交 但是与他的前辈基辛格不一样 布林肯穿梭最后把自己穿梭到毛坑里 而且是大头朝下的那一种 内塔尼亚胡根本就不给布林肯面子 使得美国的拜登被内塔尼亚胡全程遛狗 然后呢 布林肯竟然厚着脸皮说 美国可以重建世界的领导力 这就是这个一事无成的国务卿 跑到了美国最权威的外交杂志当中 发的这样一篇小爽文 文章接着说 由于特朗普这个外交素人 让美国的对手们认为 美国已经进入永久衰退 回天无力了 但是我们有拜登和哈里斯 因为有了拜登和哈里斯 美国在外交内政多个领域 多项行动 使得美国可以重建世界新的秩序 随后布林肯总结了 拜登时期的政策和行为方式 也就是拜登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国内政策 拜登在头两年出台了一系列法案 比如无尽边疆法案 比如说基建法案 比如芯片与科学法案 比如说降低通胀法案 为了提振美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科技战和金融战全面的失败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在拜登任期之前 美国可以勉强维持全球科技上的霸权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马上要失去这个霸权了 世界马上要进入两套系统时代 在这个两套系统面前 所有的世界人民将面临选择 美国的霸权彻底会被抛弃 布林肯说 在外交领域 美国重塑与传统盟友的关系 以及分别应对来自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朝鲜的挑战 还是那句话 国务卿先生 他在胡说八道 为什么 美国现在多点开花 多点出击 但是一事无成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 有人问 这些东西应该如何解读呢 拜登他说的不假 拜登曾经说过 未来几年 是决定未来几十年政策走向的一个关键时刻 在未来几年所制定的政策 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走向和未来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世界秩序 但是问题是什么 美国现在给出的东西要么表现了美国的自恋狂 要么表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要么表现了美国的单边行动 要么表现了仅仅为美国利益服务 在这样一种形态下 世界很难接受美国这套理论 当世界有无数的问题 包括强势安全 以及其他共同应对的问题 但美国依旧在强调阵营对抗 当全世界都谋求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 美国还在强调所谓的正义与邪恶的竞争 美国的这套理论在世界已经不被接受 美国的这套理论在世界已经无法展开 这就是布林肯外交一事无成的原因 但是布林肯依旧在强调 他是有多么的成功 可见这个人的脑袋已经偏离世界有多远了 但是无所谓了 布林肯要卸任了 美国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在新的时代里美国会是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美国曾经许诺的世界灯塔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这个百年变局的时代 美国需要重建世界的新秩序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世界 否则他将被世界完全抛弃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